楊家寶 為了拖延時間等你哥哥回來 你男扮女裝 替你未來的嫂子上轎 這環情有可原 可是當柴郡主 把你誤認為張玉蓮 要你投去一室 你卻為何還不說明真相 可是有心混騙 意圖不軌 回報大人 小人絕非有意混騙 當時我身在虎穴 又不是很清楚郡主的為人 生怕一旦說出真相 不但自己性命不保 更會連累到張秀才一家人 只好繼續冒充下去 再謀脫身之際 而且 我跟郡主雖然共處一室 但始終是以理相待 就這麼平安無事地過了幾天 直到有一天 既然被郡主發現 我是男兒之身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几天了 习不习惯啊 想家了 玉蕾 虽然你是我哥哥抢回来的 不过 你一来 我多了一个半 所以如果我哥肯让你回去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其实 我也很喜欢跟郡主在一起 只是 就算我能够留下来 你终究是要嫁人的 你留下来 那我就不嫁了 不知道 郡主定过亲了没有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又不能娶我 可是我有个双胞胎的兄弟啊 他也没定亲 如果你嫁给他 我们又能够常常在一起了 真的 你兄弟跟你长得很像 像 像极了 我说的 如果我扮成男装啊 跟我没人分得出来 那真好玩 不过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呢 一定 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等我回家以后 我马上就找人 替我兄弟来提亲 看你 说得就像你能替他做主似的 别对我不敢讲 我这个兄弟啊 自小跟我形影不离 心灵相通 所以 我喜欢的人 他也一定会喜欢的 再说 如果可以娶到你 这是他三辈子修来的福气 好啦 你把衣服令了老半天 赶快去把他穿好啊 我不敢在你家面前换衣服 好 我出去 你赶快穿好 等一下我们去采莲花好不好 把衣服给我 expertise 不够啊 啥 我有点把衣服拿去 我之处 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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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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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男伴女装来骗我 别动 不是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要听对不起 我要听实话 否则我杀了你 开手 说 杀 杀 我是对何将军奥杨家的次子 杨家是个弟弟杨家宝 张玉莲其实是我的嫂子 只能小王爷强逼下屁 而我朋友远在边关 别让我及时赶回 我只能带女装 替我嫂嫂上轿 原本也只是希望拖延个三五天 让我哥哥有时间赶回来处理这件事 真是 你所扬杀 事情弄成这样 郡主 我对不起你 罪该万死 你杀了我吧 原来 你是杨家二公子 这全怪我哥作孽害了我 这该怎么办 简直是一派胡言 小女知书大力 岂还跟你这无耻之徒 私地终身 杨家宝 你说柴郡主是自愿为身于你 可有凭证 八大人 这块玉佩 就是我跟郡主的定情之一 乘上来 来 财王爷 你可认得出 这是否你一家之物 不错 不错 这正是小女心爱之物 想必是杨家宝杀死亭儿之后抢走的 杨家宝 你说 你与柴郡主两情相见 却为何后来又杀害于他 包大人 我没有杀郡主啊 就在郡主识破我是男儿生的那天 那天晚上 我们就在王府里秘密地成了亲 还交换了信物 这对玉佩 这对玉佩 是我从小带在身上的宝贝 你我各代一支 今后 只盼彩蝶共舞 永不分离 包大人 此人外表忠厚内心狡猾 你不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传柴文艺 传柴文艺上堂 参见包大人 小王爷 郡主被害之时 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见证人 本府问你 当时情况如何 我 包大人 當時晚輩正在書房裡看書 突然聽見我妹妹房間裡 隱約傳出呼救的聲音 心知有益 就匆匆地去探個究竟 當我衝進屋裡的時候 就看見楊家寶 一手拿著我妹妹的珠寶盒 一手拿著一支短箭 箭上還沾著寫 一手拿著寫 我妹妹 全身是血倒在地上 接著就有很多人敢 大家都看見了 楊家寶 你說是小王爺誤殺了郡主 可有人爭 包大人 當時在場的都是財府的家丁 他沒有真敢指認小王爺行凶呢 你再想想 當時除了財府家人 有沒有其他認證 沒有 既然如此 本案正供 對你實在大大不利 包大人 射弟是個讀書人 自小就無伏擊之力 怎麼可能持刀殺人呢 柴文一強聘 末將未過門的妻子張玉蓮 卻是事實俱在 讓你再去 你為了提供的弟弟 奉陷小王爺我 倒是不打緊 可是我妹妹死得不明不白的 楊家寶敢說跟他無關嗎 包大人 郡主的事卻從我而起 現在家寶只希望包大人能夠查明真相 還我們楊氏一族的清譽 家寶願意一死 以謝郡主治癒者 家寶,你太傻了 楊家寶,你以死明治 並不足以證明自己清白 柴楊梁家都是本朝望族 這件命案若沒有足夠憑證 本府不會傾下論斷 包大人,本案有眾多募集證人 有當場秦駐兇手搜出殺人凶器 你還要什麼證據 柴王爺請息怒 令愛之死到底誰是真凶 本府若不斷個明明白白 讓良造心服口服 本府情願辭官謝罪 包大人言重了 本府不斷人 今天時候不早暫停申禮 人犯還押大佬 明日一早 本府未同有關人等 到命案現場實地勘察 退堂 老闆 為甚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有一道屏风 正是 屏风上会有红莲舞朵 其后是一座古董架 右侧靠墙有一梳妆铜镜 没错 来人呢 在 将床上枕头取来 是 杨家宝 你且说出这床上枕头的字样 是一常形调整 以碎花为底 终有绿色锦缎 你说的都没错 由此可见 你却曾在此处住过一段时日 包大人 这贼人存心作案 事先都会打听清楚 他要下手的地方 就算他记得 这屋里所有的东西 也不足为奇啊 小王爷说的 小王爷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 如果他存心作贼 为何放着许多值钱的东西不偷 只藏起一块 毫不起眼的玉佩呢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他拿走的 就不只是一块玉佩了 包大人 当日目睹杨家宝杀人的证人 都在门外 包大人是否要问他们话 好 请他们进来 柴鹿 小子在 把人带进来 是 来 参见包大人 案发当时 你们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见杨家宝杀了郡主 在此之前 你们可有人见过杨家宝 没有 你们可知杨家宝为何难办女装 为了汇入府中 亦如不轨 好 你们都下去吧 谢包大人 包大人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没有 既然众口一词 事情的真相 吩咐已然心中有数 财王爷 搭桥 送包大人 不敢 财王爷 这只鹦鹦 可是一直都在此处 是 他是社会养大的 既然他一直都在房中 命案发生之时 他也在现场 他事在 好 王朝 大人 将这只鹦鹦带回府中 是 包大人 小王爷 既然这鹦鹦一直都在房中 想必也目睹那命案发生的过程 本府将他带回府中细细审问 回府 是 不好意思 太师 为阳家宝杀害舍妹一案尽心尽力 小子特来自信 可惜围山九任功亏一亏 这都是那包黑子从中做的 包黑子虽然想救杨家 可是至今一筹莫展 我看杨家满门超展 是早晚的事 简直千万大义轻敌不动 这包黑子简直不是人 不是人 难道是神不神 你说他是神也好 是鬼也好 反正老夫与他交手这么多次 没有一次不被他弄得焦头烂额的 这次他重审令媚这件命案 一定要小心应付 步步为演 小子就是担心包黑子他耍诈 所以特来请教太师一件事 你始终的感觉 什么事儿 难道他又出什么怪招 前几天包黑子到我家 勘查命案现场 一无所获 可是临走的时候 却把设美房间里的一只 鹦鹉带回去 说要好好地审问了 太师 小子实在是不扰了 难道说包黑子他 能通鸟语不成啊 包黑子能通鬼神之说 老夫倒是曾有耳闻 还没听说他也通鸟语啊 不过包黑子手下能人甚多 其中或许有会鸟语的也未可知 太师 如果说有人能通鸟语 这鹰母能作证人吗 老夫认为不大可 就算有人通鸟语 公堂上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因为没有别人能听得懂 谁能够证明他所说的 就是那个扁毛畜生所讲的 其实可怕的倒不是有人能通鸟语 而是有鸟会说人话 不错 不错 我们家那只鸟就是会说话的音误吧 不 不 不 三鸟就简单的话 不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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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哎呀 太师 真是僵尸老的辣 佩服佩服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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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估计 不错 那止 这一席 龙鹅 吗 充基那帝 你的家庭 是什么 王爷 我去哪里 这家庭 你去哪里 真的 不错 我去哪里 教会鹦鹉说话 需要多久时间 大人真要教他说话 就算只教他几句 恐怕得费不少功夫 大人想要教他说什么 听说包大人这几日贵体为何 如今好些了吗 多谢王爷诚问 本府身强体贱 只是为了那只扁毛畜生 冥顽不灵 被弄得有一些心绪不宁而已 包大人从那只畜生的嘴里 为民暗秦了吗 这畜生虽然蛮劣 经过本府一番开导 倒也肯开口说话 传证人 传证人上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